OK,那再来的话,那个增减体重部分的话 就是最后当然刚刚的那个前面的减号 看起来其实非常不清楚 所以最后我们是希望做出来的结果就类似像这样 就是如果是正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说呢,它可以用黑色的字 那表示说怎么样,它需要增胖 然后要减几公斤,前面加一个减几公斤 而且用红色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如果是完美身材的话 表示说它是正,完全是不需要浅 也不要增,就刚刚好这样就OK 那你会发现这个格式蛮特别的 它这到底怎么做 其实它并不是说把里面的资料做变更 而只是说呢,利用一个所谓的制定格式就完成了 那所谓的制定格式要怎么做 这边第一个当然一定要把这个范围资料 Ctrl Shift向下 把它选起来,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游标直接按滑鼠右键 我的习惯是出成格式 那这边的话呢 预设是通过格式 或者是其他格式 那在这个格式最底下有个叫制定 那你会发现 制定里面又有一个规则 又有一个公式 那也就是要把这个公式 填上去 而且不能填错 OK 那这个公式的话 到底有什么样特别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又跟其他地方的公式 规则又不太一样 但是可以理出来 这个公式里面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它有点像是那个True Force 或者是刚刚好 如果数字为0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 为了要区隔总共有三种格式 它在这个公式的中间都会加分号 有没有分号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一个分号 这边一个分号 那前面这个区块的 就表示说 如果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它的数字是正的 那就是显示第一个 第二个分号 后面这边的话呢 就是如果储存格里面的数字是负的 那就显示这个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如果储存格为0的话 那就显示第三个 而且这规则其实跟别的地方又不一样 不像说那个 跟那个函数 因为有什么关系 再来的话你说 那我要怎么显示 那个数字 特别是那个数字 其实你用0来表示就好了 0的话实际上指的就是那个数字 那后面如果你要加什么文字的话 记得前后一样加双以后 中间不要加空白 OK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要把它做出像这边 其实这一题我觉得最难的应该跟 这个应该算是比较难的 然后坎州这一下 我把它恢复一下 原来好像是长这样 有没有 里面变成说前面都浅 然后无法辨识 后面的话几公斤 那你可以看啦 原来的公司按右键存在格式 原来制定里面其实也有啦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前面是一个什么 一个星号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要模仿 前面全部都是同一个文字的话 加个星号 再加一个什么 加个你要的那个符号 这边是一个减号 那0的话表示 那个里面的数字 然后面的话呢 它有个空白 然后面再加几公斤 它用KG 然后一个空白 那我要改 怎么改 特别是第一个 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所以游标先放在I7 Ctrl Shift向下 选到底嘛 然后右键出这个格式 那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正的话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把这个删掉 如果为正的话 先输入个0好了 0 如果为正的就是几公斤的话 那我就输入0公斤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0公斤喔 OK 前后双影号 那这个是为正的时候 分号 分号的话呢 后面就是为负的 负的要怎么呈现 减几公斤 所以我干脆拿前面这个 这一串 直接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后面 然后在0的前面 加一个减 那特别注意喔 如果文字前后一定要双影号 然后再加一个减 然后减 前后双影号 减 减公斤 就是0 来表示 里面的 数字 OK 然后再一个分号 减喔 就是 跟那个正的不一样 就是减几公斤 减记得前后一定要双影号 这个不能少 然后再一个分号 然后再完美身材 完美身材 好 好 完美身材前后也要双影号 所以只要是 文字 前后 都要双影号 然后呢 你要抓里面的资料 就是补个0 所以是 0公斤 分号 减0公斤 分号 完美身材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第一阶段 就是把它分成 如果是正的话 一个呈现方式 负的话 一个呈现方式 那一个 如果是0 按确定 那如果你假设公式没打错 理论上应该会显示 像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 5公斤 因为它的体重45 它标准体重 所以它等于是 还要在减几公斤 减5公斤 不对 它的体重 5公斤 这应该是真5公斤才对的 它要增加5公斤的意思 好 然后再减1公斤 然后完美身材这边也显示出来了 不过最后好像感觉 还缺了一点什么东西 就是颜色 有没有 你会发现 那全部都同样黑色 看起来好像无法比较不好辨识 所以最后呢 如果你希望说 减1公斤或减几公斤 希望能够变红色的字 然后完美身材是蓝色的字的话 那最后 那最后其实可以在刚刚的公司 再加颜色上去 那加颜色怎么加 右键出人格式 记得 如果你要在减减减公斤前面 就是要加颜色的话 可能要记得一个规则 就中瓜糊 我在分号的后面加中瓜糊 然后中瓜糊里面呢 就输入红色就可以了 那减减公斤就变红色 那如果完美身材 假如要变成蓝色的话 那一样在分号后面 加上那个中瓜糊 然后把它输入蓝色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只要是减几公斤就变红色 然后完美身材就变蓝色 那特别是那个中瓜糊位置 不一定要在分号后面 你可以放在那个什么 完美身材后面也OK 这个不过习惯是 通常是放在前面的 OK习惯了 你放在后面 其实它也会是正确的 按确定 看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字都很小 是怕会打错 好 那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会呈现出 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 几公斤是要增压几公斤 那红色的话是要减肥减几公斤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个题目的话 是在哪里呢 在这里 第四题 不过我们刚刚好像跳过第三题 所以待会可能要把第三题再补回来 OK 所以第四题部分的话是针对 i7到i62 要自定格式 那要显示几公斤 那几公斤这个 其实刚刚是用0来表示 然后负的话是减0 有没有 这边是0 记得前后加上双以后 所以其实如果题目里面有的话 其实理论上你只是需要把它改一下 有没有改成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 这个就是要把0放外面 然后这边没有叉叉 这个叉叉拿掉 那蓝色的话记得就是 加中瓜糊 然后完美身材 其实就OK 试一下 第四的部分 那刚刚好像漏掉第三 待会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 那个第三的部分